我们去做第三项 第三项的话是address history 就是你过去的租房记录 那么你曾经有住在澳洲的话 其实还比较容易 租房记录就如是填写有情了 那么刚来到澳洲这边的人 他没有租房记录怎么办 找一个因为你没有的话 他基本上申请就通不过 就递交不上去就卡在那边了 这也是一个申请上面的一个bug 所以说你一定要add current address 就是你现在住在哪里 你现在可以选择 你说我现在住在hotel 或者我现在住在朋友家里 你反正就你得一定要按个地址上去 然后他下面可能会 他可能会reference 他会给你的 就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的房东 给写邮件 他来确认说 你这个人现在住在这个地方 他守不守规矩 他好不好 他有没有安时付钱 他会他会有一个推荐的链接发出去 然后这个地方 你填 他可能会让你填一个邮箱地址 在这个邮箱地址 你一定要填一个 就是说能够收到信的 因为如果你的reference 他没有feedback的话 其实对于申请的话 其实是有害的 就是说过去的住宅的记录 你一定要填好 填完之后一定要确认 就是说这个住宅 比方说他的房东或者 比方是能够帮你去 tick这个reference letter 好吧 他会给你发邮件 然后他会确认一些 过去租房的一些信息 好吧 OK 这个过去的租房信息 这边填完之后 会来到第四步 第四步的话是employment employment的话 就是我的工作经历 所有的房东或者中介 他都会比较喜欢有工作的人 这是一定的 但是有很多朋友 他刚来到澳洲这边 他没有工作怎么办 你也不一定一定要编一个 因为这种海外移民很常见 你可以直接tick说 I'm currently not employee 就是我现在没有工作 直接tick这个就行了 这一趴就完成了 这个步骤会相当简单一点 但如果说你真的想秀一下 说自己的财力也好 或者说自己过去 是一个professional的人也好 就专业人士也好 你也可以在这边填上 你的工作性质 比方说你刚来这边 其实国内的工作 还没有完全断掉的话 你可以填你的工作地址 填完之后下面 就是让你描述了 你是哪家公司的 你的你过去是干嘛的 然后你公司的一些什么网站 还有你公司领导的一些联系方式 他会给你过去的雇主 他会给你发邮件 来确认一下 就是说你工作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说你过去的为人是好的 类似于这类似于这种 那如果你觉得这很麻烦的话 你直接选我 我没有工作 对于申请来说 那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如果你有好的背景的话 那就更好 好吧 OK 那就直接save这边 save这边之后 improe完成之后 就非常重要的income income是一定要写的 如果说你如果说你有income的话 你有在这边有工作 或者是国内有收入来源的话 就一定要填 好吧 就是他的income是什么类型的 然后他他多少 他是一个月发一次 还是一年发一次 还是还是每周发一次 就一定要填写的表示出 你是有能力负担造房子 如果说你没有 就如果你如实填写说 我没有任何的收入的话 那也不是说不行 而是说你要去在下面 你一定要付上你的存款证明 这边有recent approved of income 就是说我现在 我可能刚来到之后 我这边没有工作 国内的工作也断掉了 发不出没有工资 那么一定要在上 一定要在下面去上传你的存款证明 你的账户里面最好留个 一年的租金或者是更多 那么中介也会适当的去考虑一下 就是说这种特殊情况 对于这个 就是说我如果选择说没有收入的话 对于申请 我个人的经验是不会造成致命影响 但最好还是有 最好还是有 依然就save back 然后identity document 这边的话就是上传两张证明 两张证明可能一张是驾照 一张是护照 上传两张会比较靠谱一点 如果你刚来到澳洲这边没有驾照的话 你上传一张自己在国内的身份证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系统就是强制要求你上传两个证明 所以说没有办法 如果你只上传一个护照的话 他就过不了 所以说第二个ID的话 你就随便找 你能够证明你身份的任何的物件都可以 驾照也好 或者是身份证 哪怕是Visa都行 就签证签证信的一页上传上去都行 这边就注意一下 Ok emergency contact 这边的话就是你的紧急联络的人 如果他联系不上你 或者这房子出了任何的问题 什么着火小偷 或者是有什么人被困在里面 然后怎么样 他能够紧急联 他联系不到你的话 就紧急联系人 这个一定要写 写你的朋友也好 亲戚也好 anyway就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填的 不填的话也通过不了 好吧 这个也比较简单 大家就直接填料也行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技术含量 最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叫tenant check 就是检查你的租客的 就是租客就指你了 就检查你的背景 这个其实是个收费服务 他只是说会给你一个加成 他检查下来 你这个人是很靠谱的话 他会给中介发一份报告 就证明之后租客是非常好的 非常靠谱的 但他会花费你大概三十几刀 所以说我觉得不是没有必要了 就你每申请一次 你都要做这样的动作的话 而且这个东西对你的出租成功率 并不是说100% 所以说这个约望钱就不要花 好吧 OK 下面比较重要的是有一个叫 household people 就household的里面信息 people 大家要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family去申请的话 所有成年人按道理来说 都是要写在上面的 但是一旦写上去之后 每个人都要重新做一遍申请 就比方说 我是夫妻两个人去申请同一套房子 你说我老公申请过了 老婆这边就不用申请 其实不是 一旦你上面写 就是说除了我之外 还有别人要申请 那么他就会把这个申请链接 发到发到另一个人的邮箱里面去 让他也申请一遍 所以相对来说 我个人觉得会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所以说如果你家里面 老人孩子特别多的话 比方说你两夫妻带 带上自己的爸妈 然后再带两个小孩 就全家移民过来这种的话 我个人建议就是 你可能填一个 老公老婆里面选一个人填 或者是老公老婆两个人填 就爸妈就不要放进去了 否则的话就太麻烦了 有太多的reference 什么reference要去tick 还有你过去的很多这种 什么财产证明 还有收入证明 就有太多的工作量做了 所以这边的话 18岁以上的申请人 一定要谨慎的选择数量 好吧 谨慎选择数量 因为这个工作量实在太大了 那么如果下面你下面有小孩的话 那就无所谓 你18岁以下这种小孩的话 你填多少 其实都不影响 就小孩这边就不需要再做 这个身份认证了 下面会有填 这个occupants和least holder 一定要注意least holder的人的数量 好不好 least holder的人的数量 occupants无所谓 OK 这个是关系到你这个申请的工作量了 然后pets的话 最好是如实填写 因为有些房东 他如果真的不太喜欢pets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你就不要去申请他的房子 但如果有的话 你一定要去找这些 就是宠物 对宠物比较友好的房东 就pass friendly 他可能就允许你宠物是带进去的 或者说他没有标志的话 你宠物带进去的话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房东来说 应该是一个扣分项 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房东来说 应该是个扣分项 所以说一定要谨慎的填写 你是否要带宠物 好吧 然后填写完之后 你就tick 然后下面的utility connection 就是说你需不需要他帮助你去连 就是帮你去推荐 或者是你帮你去安排水电 通常我是选择no了 no的话 因为你选择可以更多一点 你想要用自己的网络公司 或者自己的电费公司 相对来说会比较自由一点 那如果你是yes的话 他会自动去帮你去挂靠一个能源供应商 有时候价格或怎么样 未必是最好 好吧 OK 全部填完之后 你就可以点下面submit application 点完之后 中介他就会收到你所有的信息了 然后你在realize上面做过的这些信息 他都会自动保存下来 你在下一次 你可以同时申请大概无限量的房子了 但只要市场上面有 你可以申请三套也好 五套也好 十套也好 anyway 你只要做过一遍之后 后面的工作就不用重复去做了 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省事情 那么在最后的话 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其实还有一些房子 它是放在不同的网站 不同的租赁平台 但是他们的原理其实都一样 你只要有些 它是叫 有些 有些app 它叫什么tenant app 还有叫什么snack 就在澳洲这边 其实有很多这种类似的 这种租房申请网站 去帮你提交材料 原理的话 其实和realize上面一样 只是说你不能在realize上面提交 你要去 中介发给你的链接上面去提交 原理其实都一样 OK 然后提交完之后 通常你会再举个例子 如果你是周末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会在下一周开始陆陆续续收到中介电话 然后中介会跟你说 OK我们已经收到你的申请了 然后我们的房间的开放日期是在哪里 你一定要在开放日期的时候 去房子去看一下 因为你不去看的话就会被中介或者是房东 认定为你是一个玩票型的租客 你的申请大概率不会被通过 所以说一定要去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房屋租房的开放时间 他非常短通常在15分钟左右 所以说一定要准时到 我之前有碰到过 就是租客他迟到最后 就是错过开放时间 你要重新再约的话 就耽误耽误很久 耽误很久 而且你跟中介 confirm过之后 你迟到的话 给对方留下的印象也不是特别好 好吧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就是在语言展现上面 如果对方中介他是一个洋人中介的话 你一定要表现出你的英语是很好的 因为很多中介他会比较担心说OK你不会说英文 如果之后房子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他跟你无法沟通 这样的话对他的工作会造成负担 所以说如果对方是洋人中介的话 至少在你去房子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跟对方中介书信沟通也好 语言沟通也好 一定要表现出你的英语还OK 好吧 那么在这样的动作 你做个五套到十套房子左右 然后你每次房子的open home 你都参加的话 我觉得运气不太差的话 你会在申请的后一周 或者申请的后两周 你就会收到对方的feedback 就说OK 抱歉你你没有被我们的房东选中 或者说是恭喜你 你被我们的房东选中了 我把合同发给你 你你签合同之后呢 付定金 付这个 付这个 呃 呃 付这个租金啊 租金可能提前两周付中金啊 或者怎么样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步骤 就按按他步骤去做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你们约定的时间 就拿到这个钥匙了 好吧 OK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边 呃 希望这个租房的这个攻略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啊 如果你已经租到房子的话呢 也希望你把这个攻略分享给你的需要租房的好朋友 好吧 啊在结尾默契的话 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彩蛋 就是 如果你可以在 中介面前你告诉他说 我可以一次性的支付三个月或者六个月的租金啊 这对于你的这个申请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加分项啊 如果你觉得说你的财力是OK的 并且你愿意租比较久时间的啊 你一定要在申请的这个简历里面aboutme啊 或者说你在开放日的当天 一定要当着对方中介的面啊 跟他说我 如果你选择我的话 我可以一次性支付三到六个月的租金啊 会让这个中介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或者觉得说哎 这个租客他非常靠谱 他大概率是不会拖欠租金啊啊 那么你的这个申请成功率也会大大上升 OK 那本期视频就这边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给我点点赞吧